富商黃坤遭綁 囚禁在雲林口湖 巷奸空屋 涉案嫌犯之一 竟然還是四湖西尾村長 蔡茂點 你是村長的 他不在 他不在啊 你是他女兒嗎 父親涉案 兒子堅信是清白的 也不了解他的去向 媒體發現 蔡家桌上有調查局 雲林縣調查站公文封 但村民透露 蔡茂點家裡經濟壓力大 都被捕捕誰了 大大笑容 蔡茂點已經連任三屆村長 還是國小家長會長 居民聽到村長 竟然涉及綁架案 都很驚訝 人好啊 也不做 生活感的意思 我們不做違反的 不可能去做違反的 農厚地緣關係 協助藏匿肉票 地點就選在隔壁村上的空屋 租屋的先犯 自稱是當地人 租地要養魚 簽了一年約 當場繳清兩個月押金 還有一個月租金 屋子緊鄰著農田租圈 附近居民說 很少會有人經過 富商黃坤當時被囚禁 在二樓的這個房間裡頭 可以看到四面的窗戶 其實都被封了起來 而他當時就大地不睡在 這個簡陋的床上 而旁邊還留有 他的私人物品眼罩 甚至有兩包小餅乾 而再過來看 其實這裡還有一間廁所 但裡面並沒有淋浴設備 熟悉附近地形 掌握鄉間人言罕至 村長涉嫌綁票千億身價富商 居民震驚 記者中部綜合不老